喜到公子演播 三十刻度工作室精心制作的搞笑修真有声剧 《朱天际》 作者 庄碧凡 第286集 比起之前面对无数恶鬼 这一次甚至更加艰难 达到最后 两人连最后一次真缘 都被彻底抽空 无论如何整瓶整瓶的吞吃培圆丹 都无法在从枯竭的经脉当中 榨取出一丝真缘和法力 两人只能全凭遮天血海的锋利 如同凡人舞者一般 在尸海中劈砍 幸好 在两人被尸海吞没之前的一刻 林飞的昔日剑起 刻下最后一道福传 成了 然后就看到十八道福传 同时光芒绽放 无穷光无穷亮 煞石之间 就笼罩了整个神殿 如同一片光芒屏障一般 将整个神殿牢牢护住 大阵步下 借着太阴始祖的共奉之地 庞大的力量笼罩之下 总算阻住了尸海的进攻 不过 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出来了 这些生前曾是太阴族人的僵尸 远远要比之前的恶鬼 更加难对付 这一次 林飞又是布阵 又是戒士 可是却再也不能像刚才那样 将恶鬼阻挡在 九根黑色石柱之外 太阴始祖的神殿 虽然阻住了大部分的僵尸 但是仍有接近石头金尸 冲了进来 接近石头 这是什么概念呢 等于是如今的林飞 周云 王林关三人 正被十位鬼王妖王级别的存在 在围攻 虽然大多数时候 金尸因为灵智欠缺的关系 所发挥出来的力量 远远不如妖王鬼王 但是 也架不住数量太多呀 这可是接近石头 一 二 三 四 五 一栋八头金尸 空地冲进神殿 顿时只见一片黑色湿气弥漫 整个神殿当中 都充斥着浓浓的腐臭气息 八头金尸目露红光 苍白的身体上泛着一层淡淡的金光 这也是历经万载岁月沉淀 祭炼出来的金尸之身 尖如金铁 力能碎石 只是一冲进神殿 便如同八头野兽一般 向着三人拖了光 他们的速度快到极致 如同八道苍白的闪电 锋利的爪子轻轻一丝 便能将一尺多厚的石板撕裂 更恐怖的是 那滔天湿气所及之处 便是金石都被轻易腐蚀 王灵官的长明灯 只是稍稍慢了一下 没来得及收回 便被一口金石装住 咔嚓一下 捏成了碎片 这一幕 看到王灵官简直头皮发麻 这可是阴抚法器 虽然并不以防御剑长 可是 毕竟是凝聚了十八条禁制 但在这些金石面前 简直不比豆腐结实多少 你们先退 恢复好了再来帮我 灵飞投悬昔日太义两道先天剑气 身前真名剑侠服动 赤白金星四道凶剑齐出 光芒激荡 剑气纵横 硬是将八头金石挡住 为真元不计的王灵官 和周云争到了一丝喘息的机会 好 王灵官和周云一看 也知道现在自己帮不上什么忙 毕竟 之前抵挡十海进攻神殿 耗弃了两人太多的真元 只能借着赤白金星四道剑光的掩护 先退回神殿深处 我倒要看看 我这五道剑气 到底能不能挡住八头金石 林飞一声轻鹤 生死剑雨张开 顿时 太义 云门 通幽 昔日 雷狱 五道剑气 战反开来 化为一张天罗地网 将八头金石 牢牢照住 八头金石 咆哮连连 在生死剑雨当中 左冲右枝 无边湿气弥漫 金石的每一次冲击 都能让整个神殿一阵山摇地动 无数碎石砖瓦 跌落下来 看上去就如同末日一般 但是 整整一炷香的时间 硬是没有从林飞的生死剑雨当中冲出来 不过 林飞也知道 自己已经到了极限了 毕竟只是命魂境界 更何况 生死剑雨尚未与命魂相合 所能发挥出来的威力 十成当中 不足五成 想要已知困住八头 媲美王级存在的金石 简直是不可能办到的 当然 林飞要做的 也并不是将他们真正困住 林飞只是想要拖延时间而已 一炷香 两炷香 三炷香 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 足足三个时辰 当周云和王林冠恢复真远 想要重新加入战斗的时候 才愕然发现 这位仅仅命魂四戒的林师弟 竟然靠着五道剑起 硬生生困住了八头金石 足足三个时辰 看来我们这位林师弟的实力 从来没有真正地完全展现出来过 若是早点让唐天都看到这一切 恐怕自己都会觉得自己可笑 王林冠手中血海剑当空斩下 剑光点点 比鲜血都要艳护 过歇着滔天杀意 加入了战斗 与此同时 周云遮天剑横空披下 同样斩下金石 随着王林冠和周云的加入 胜负的天平 终于开始倾斜 两人虽然只是出入金丹 但是身为问剑宗真传弟子 又岂是一般修士可以相比的 再加上林飞这么一个 不讲道理的命魂四戒 三人合力之下 硬是将之前的颓势扭转回来 林飞祭出争鸣剑侠 与赤白金青四岛凶剑 煞时间 剑盲如水银泻壁 绽放出惊人剑 剑光如体链般在神殿内伸开 纵横交错 编织成一片封锐质疾的剑王 兜头而下 将五头金师尽数归拢到剑起之中 林飞转身 正见到王林冠手持血海剑横空而起 剑已激荡 血海滔天 横空一展 披向一头金师 金师身体之强悍 堪比杨幅法器 却瞬间被王林冠 斩落一条臂膀 王林冠不愧为真传弟子第四 如此惊人的剑意 哪怕遇上李青山 都不落下风 林飞正想着 却见那头被斩落一条臂膀的金师 被彻底激怒 狂吐连连 无数鬼气 从四面八方涌来 直直没入他的身躯 身上金气 越发浓郁 剩下的那条臂膀 被浓郁诡弃笼罩 指尖锋利如法宝 刺破虚空 猛然朝王林冠 扑了下去 不好 林飞神色一变 这若是被抓到 恐怕王林冠 半边身子 都会被抓碎 他心中焦急 却无法出手 刚刚将又一头金师 逼近了 猙獰剑侠控制之内 此刻赤白金青 四道胸剑死死拖着六头金师 已经达到了极限 稍一松懈 很可能六头金师 便会冲杀出来 到时候情况更加难以控制 刷的影响 在金师即将碰触到 王林冠的刹那 一道刺目的白光 忽然从王林冠 胸前炸开 汹涌的力量 清泄而出 如瓶炼般的光芒 凝聚成锋锐至极的剑气 猛然射出 见到那道光芒的瞬间 林飞几乎以为自己看错了 竟然是脸划盘 天行风阵风法宝之一 拥有三十六条禁止的法宝 脸划盘 能够聚脸光芒 汇集成风 星星点点的划光 都能在其照耀下 凝聚成惊人力气 神出鬼没 必无可避 天行长老竟然把这样的法宝 都交给了王林冠 足以看出天行长老 对王林冠的器重 若无意外 王林冠应该会是下一任 天行风长老 金师发出一声惨烈至极的叫声 剩余的那条臂膀 也尽数碎裂 与此同时 王林冠手中血海剑 将笼罩在身体周围的血光 吸收一空 剑身暗红 无边剑矣 凝聚成一道血色光滑 激荡而出 将那头无比金师 团团困住 再难动弹一步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请关注喜悼公词 订阅朱天忌 喜马拉雅铁三角 用声音 让生活更精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飞셔